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洛杉宣布与Amazon和Walmart合作配送Calfresh物资上门的新闻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以及居家禁令的持续实施 洛杉矶县官员宣布参与Calfresh粮食券计划的洛杉居民 可以从4月28日起使用它的EBT卡在Amazon以及Walmart两大线上平台购买食品 为Calfresh粮食券计划受益者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 只要购买超过35元以上的产品 Amazon和Walmart就会提供免费的送货服务 洛杉督查索利斯呼吁其他食品零售商加入这项配送计划 索利斯表示官员们正在努力制定该线的重启计划 并提议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以提出改善经济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方针 官员们将与洛杉公共卫生局局长费瑞尔合作 找出可以安全开放的时机 由于南加州多个县市已经开始逐步放宽居家禁令 索利斯提醒居民洛杉公共卫生局已经宣布 居家禁令至少要到5月15日才能够解除 在市场里面团的尿路上 人不可能是为了 这个人不可能是为了 感谢观看